25號聖誕節的播下半下課的時間 新亞火車頭出現了一位聖誕老公公 民眾看到都很驚喜 小朋友也都收拾到他來起床 真有看 原來是起完立宗漢所辦宴的聖誕老公公 因為25號剛好是議員 九十、八十、八十年 所以他就收到 用平安、歡樂的概念 跟聖誕節來結合 做回來慶祝 算是我們就職滿一週年 因為我們是 今年十二月二十五號也是聖誕節的時尊 來順利動算、來順利就職 所以也是套過這個聖誕節 也是一個跟我們節慶 所以來到我們很多白河東山後面 新娘娘娘娘鹹水 有的是夜市 有的是火車頭 來到我們這個人潮比較多的地方 來跟大家做一個感謝 那這個村子同時也是分享我們聖誕的氣氛 跟大家分享交流 未來有什麼工作 也是可以來學部處 給我們繼續記得 一種和補充說 基本跟我們多的活動 另外一個很大的目的 其實也是要跟大家報告 這幾年做了什麼 之前在七月的時候 第一次發佈後 大新亞地區的會期報告 希望依照到議會的會期 每一般向選民來報告一次 自己做了什麼事情 不是等到選舉前 再來用到看辦、傳單來轟炸選民 所以這次發佈後的時尊 同時也會三號賓中 一份會期的報告 讓大家看到自己 分配在不一樣的行政區域 完成了什麼建設到問題 但是請問一下別人 新亞太陽報道